《国富革命的伟大事迹》 你怎么那么老土呀 都什么时代了 还写这种刻板的东西 我实在搞不懂 你们这些人在想什么 本来我还想听听你的建议 没想到你把我的想法 说得一文不值 各位同学 大家好 你们知道小花 听到小明的回答 为什么会发出这种 打击式的评价吗 你们知道为什么视频中 两个人会针对这个问题 争论不休吗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一个完整的沟通 包括发送者 接收者 渠道 背景 编码与易码 反馈和噪音 七个部分 其中无论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都会影响到沟通效果 这节课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沟通过程中的七大要素 要素一 发送者 发送者是沟通过程中处于主动地位 它产生提供用于交流的信息 是沟通的初始者 视频中的小花就是信息的发送者 要素二 接收者 接收者在沟通过程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是被告知事实观点的一方 视频中的小明就是信息的接收者 要素三 渠道 沟通的渠道是指由发送者选择的 藉由传递信息的媒介物 信息中两个人交流时 所采用的口头语言表达形式 就是其沟通渠道 要素四 背景 我们都知道沟通效果 不仅受到沟通主体双方当下情况的影响 也会受到背景环境的影响 对沟通过程发生影响的背景因素 包括心理背景 物理背景 社会背景 文化背景四个方面 视频中小花心向于新奇的事情 所以认为小明的想法刻板 因为小明和小花接受的教育日常接触的信息 以及他们自己的偏好是不一样的 对历史的感知也就不同 从而使两人产生了分歧 要素五 编码与易码 编码是指发送者将信息符号化 以语言或文字等形式呈现给接收者 易码则与之相反 是接收者在接受到信息后将符号化的信息还原 并理解其信息内容与含义 同样 小花提出问题就是编码的过程 小明接收到问题并给予反馈就是易码的过程 要素六 噪音 噪音指沟通渠道中除了所要传递的信息之外的任何干扰 所以这并不是我们常态理解下的影响我们正常听力的声音 凡是干扰到沟通的 无论何种形式都称为噪音 要素七 反馈 反馈是指接收者把收到并理解了的信息反送传递给发送者 以便发送者对接收者是否正确理解了信息进行核实 如果反馈显示接收者接受并理解了信息的内容 这种反馈称之为正反馈 反之则称之为负反馈 这个图直观地表现了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 便于大家对沟通过程中的七大要素进行理解 沟通模型实则解决的是 who,why,what,when,where,how,how much 这五个w和两个h七个问题 在这个模型中 任意一个环节出现偏差都会导致沟通不顺畅 甚至是失败 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看看 沟通过程中是如何体现这七个问题的 说到who 这个大家很好理解 作为信息传送者要清楚你要跟谁沟通 他的性格、习惯、生活背景等等 这是编码的基础 比如说与老师和老板的沟通应该是不同的 老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者 更喜欢通过给别人讲故事或是讲道理来实现沟通目的 他们关注的点在任务的过程 而老板作为上级 他们关注的点则在任务的结果 因此在沟通过程中通常要有证据的收集 要能够提出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要让老板看到他想要得到的结果 所以尽可能的了解who会更容易达成有效沟通的目的 那么why指的是什么呢? why就是为什么要沟通 即沟通的目的是什么 这是决定了编码的方向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的沟通都是带有一定的目的性的 所以在沟通前 你要清楚的知道 你要说服别人去做什么 只有明确了自己的目标 才能在沟通中不被别人干扰 常有的沟通目的有 通过说明事物 陈述事实 引发对方的思考 以便影响对方的见解 通过表达自己的感觉 主观态度 甚至成见 以自己的情来感应对方的心 使其发生相对程度的认同和情感的一致 通过建立友善的关系 暗示彼此的情分 友谊 使其和你成为朋友 并给予你帮助 等等 what指的是需要沟通的是什么 也是编码的主要内容 这包括沟通的内容是什么 细节是什么 你们在哪些地方产生了分歧 是什么地方需要进一步的沟通 等等 在明确为什么的基础上 你还需要考虑 我应该怎么做 才能得到所需要的回应 我应该怎么说 才能得到预期的回应 我应该用什么方法说 我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当你明确知道对方的观点和你不一致时 一定要侧重把握你们出现分歧的点作为主要沟通内容 当然 采用正确的方式也至关重要 如果对方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 最好的方式就是从共性出发解决矛盾的特殊性 when指的是沟通时间 即什么时候进行沟通 提前了解设定沟通的时间 选择一个最佳的时间进行沟通 每个人都有黑色时间 比如有些人刚起床不爱说话 有些人饭后要小气 有些人周末要旅行 李明在跟顾客进行沟通的过程中 由于没有事先了解到客户的具体行程安排 就直接在周一早上9点拨打了客户电话 这个电话不仅害得自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客户 还使客户差点丢了工作 因为这个客户每周一都要去公司总部汇报工作 汇报期间纪律原名一旦危机 重严处理 因此选择沟通时间需要避免的雷区是不少 选择合适的时间也就减少了沟通通道中的噪音 where指的是在哪里沟通 也包括沟通的形式 是电话沟通还是面谈呢 选择合适的沟通地点和选择合理的沟通时间是一样重要的 或者周围的环境也将会决定着沟通的成败 我们可以通过控制沟通环境来实现沟通目的 举个例子 宁静是今年毕业于哈佛大学NBA专业的 还没毕业前就自主创业并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他拍卖了自己的公司 准备去两家上市公司面试运营经理 A公司和B公司都提供了相当可观的薪资和福利 也都对宁静势在必得 两家公司的人事总监都约了宁静前往公司总部面谈 想通过实地介绍来吸引人才 A公司的人事总监带他参观了整个公司 最后停留在员工的咖啡厅的休息室里 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 而B公司的人事经理带宁静参观后 将他直接带入了人事部办公室进行深入交流 两家公司的规模相当 环境相似 薪水也不相上下 宁静最后选择了A公司 因为他在咖啡厅里看到的是 同事们认真工作 享受生活 努力做自己的生活态度 而在B公司里看到的呢 却是准备离职的多年老员工的心酸与无奈 可见沟通环境是宁静做出选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How much 指的是有哪些沟通前提 包括要素 资源 数字 数量等等 沟通前我们需要问自己的问题 对方在听了我的话后会思考什么呢 是否能够做到换位思考 我的意见将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件事情和我的关系是什么 本次教堂哪些方面正在左右对方的思考方式 如何确定自己所说的话 如何提高自己的可信度 根据这些问题来充实沟通素材 会让我们的沟通更加有效 特别是在面试时 这一要素非常重要 如果你是面试官 你要竭尽所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匹配一个最合适这份工作的人 如果你是面试者 你要在有限的时间内 展示出你适合这份工作的优势 要想达到更好的沟通效果 必须在沟通前做足功课 How 指的是如何沟通 老生常谈 说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怎么说 那么应该怎么说呢 首先要引起对方注意 可以从对方的兴趣开始 谈他的专长和嗜好 谈工作 诚心的赞美对方 然后不断与对方反馈互动 善于用肢体语言表达高度的兴趣 以问问题的方式来与对方配合 找出彼此的共同点 要善问问题 先用引述的方法 适时引导谈话方向 比如说 您刚才的意思是 根据你的了解 将对方的话重新复述 整个沟通中 不可以做不切实际或虚伪的假设 不可以做出无法实现的承诺 要为下一步的沟通 做好铺垫 正确认识沟通的过程 把握其基本要素 对于我们在与他人沟通中 实现沟通目的意义深远 不管我们是作为信息的发送者 还是接收者 想要在某一方面与对方达成共识 都应该选择最优渠道 正确编码 易码 减少噪音 合理反馈 好了 同学们 关于沟通过程中的七大要素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一起去学习 美与沟通 美丽就像 每部分 tok 都是 词 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